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后的暴力对决 关销方熊丽团队 对面应该是大名虎的复战队 那熊丽今天还带的是利普陀 双血是木利普陀 在家化身家地府的组合 看了一把封阵 那对面上的是传统的大堂家祖师的女儿国标 一把英阵也是被关销方封阵大克了10% 开场地位和直接先点女儿村 对面女儿 英阵 也变了大花卡 但是他还是没一组 还是没一组 对面应该是大名虎的 过去皇宫6666 打了四个六 这还想双啥 普陀山直接扑了个灯 利普陀的话 他破血光弓是有50%的一个伤害加成的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那把破血 确实威力有点足的 小李藏刀 女儿那边选择了一把水清 防止关销方再接着点 黄泉之息手抓来一下 业务卿成一根 有机会把大堂直接拿捏了 出了个假 但是三个夜罗刹刚刚好 野兽不上 之前也看熊丽玩过这么一场力不夺 他那个节奏点完全跟熊丽他们的团队 太契合了 他又不需要休息 然后还秒六 扁杀能力也不弱 就他用那个五行法术单秒的时候 也不差 用破血狂攻也有伤害加成 然后呢 打面伤的也很强 就打人可能费点劲 但是就打面伤的时候 打面伤的时候打人费点劲 但是打到宝宝那是真疼 感觉这利普托完美的解决了熊丽他们团队的一个短板吧 比石头林合适太多了 反正那场比赛看完了感觉比石头林合适好多 再次将对战方的大堂压倒 宁致说再丢一丢 保证关键方这边移速 一直握在手里 再加上熊丽团队他本身 节奏比较快 这利普托也恰巧他打前期的 因为利普托他有一个特质 就是卡三级药的时候会得到五星珠 得到五星珠你才能去打面伤 只能自己的宝宝给自己卡三级药的时候 才会给五星珠 别人的宝宝卡过来不算的 只能自己的宝宝来卡 正好呢 反正一个人就要带二十个药嘛 前期吃完了 了事啊 反正熊丽也不打后期 人家主要就走的是一个前期路线 这个节奏点的话 跟利普托也相当的吻合 打面伤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打到人身上是真的一般般 而且伤刚才是两颗五星珠啊 他五星珠的个数越多 打出来的伤害就越高嘛 一颗五星珠就可以打面伤了啊 最高是五颗五星珠 小嫂再点 碎甲树一扔 回口 再来 哎 又卡了一个药 继续打面伤 又扔了一个碎甲树 那破甲肯定好 但是哪有时间破甲呀 碎甲来的直接啊 效果 差点就差点吧 但是 毕竟每个人 对面每个人都能享受啊 省了关键方的时间了 两千多敲一敲 能清宝宝就行 点杀的话 有俩雪深木去补刀 之前试过那个立武装 就人生果的那个立武装 效果 特别差 就兄弟现在感觉 每一次都在尝试一个新的物理 这么看下来 也就立武装最最合适 两个神木同时触发青蛇呢 关键方又省了一波雪雨啊 那你点谁呀 因为你毕竟是雪神木啊 虽然有青蛇 但伤害的呀 青宝宝 那青宝宝是够用的啊 只不过另外一个雪神木被控 再来一把金青 对面别的没有 金青突出一个多 小嫂反点你的立武装 建议连心继续敲起来 你看打宝宝六千八 八千四 怎么这么疼 本嫂千军 关键方立普托 这边也带的是 163的一个灵式套装 能不能死的 还得看 看命运的一个安排吧 加了一个怒嚎 来晚了 逆时怒嚎 避了一根 冠军方立普托 直接倒地 对面可以缓一缓了 主要对两方 他上的是一个普托山 上普托山的话 这节奏偏慢嘛 什么灵就 框框一顿扫 框框一顿秒 那普托山那边的话 只能慢慢挂 金箍咒 兄弟这团队 他最不怕的 就是金箍咒 他雪多呀 你金箍咒 你打谁 都反正就是 估个 一千六到一千七啊 就对面 这个金箍咒 一千六到一千七 那兄弟雪多 他就无所谓嘛 请你不提 把无间地狱 先给你顶掉 顶掉的无间地狱 拉起自己的女儿孙 对面 如果有神马宝宝的话 最好换个神马宝宝 看看有没有机会 抢一个一术啊 有一术好打很多的 既能让自己顺利的 去投酒 也能防止 关掉风格词 这女儿变大花 可能抢不到一术 就难受 拉起女儿孙 化身色 回口 这宝宝能配上 女儿孙的速度 踩个塔 起风 女儿直接投酒 也可以 起了个风 顶过之后开始套 当 当头孩子 花果山的小孩 哎 这是什么小花招 大唐再来把 青蛇 对面可以点点 关掉风的雪神木 因为关掉风雪神木 他没有163的 再加上 他虽然雪多 但他抗性的呀 一把金青 舍身取 夜 舍了一万五 小死亡 你有金青 不但好挂了 雪雨送上 两个雪雨都给了 拉起力 普陀 还能补一刀 正好对面化身色 这个速度 卡了个恰到好处 小死亡 点雪神木 粉扫 千军 三千四 开刀 刚才说过 他算雪多 但是雪的质量 偏低啊 直接扫了 估计扫了个 一万七八啊 但咒识不多 吃亏了 因为咒识不多 他秒人 他不看抗性啊 他秒谁 都秒这么多啊 咒识不多 在面对 抗性的这些 人物的时候 就有点吃亏啊 快那方 俩雪雨 算是白人啊 刚好赶上 化身四 一把活血 避雷一千二 不过结果不错 把关键方 这边的一个 雪神木 直接给带走了 还行 结果是完美的 再来把舍身取一 对面赶紧找宝宝 这个时候 没有过多的想法 小嫂再点对面大逃 换个练习 声咬一口 对面化身 速度比较慢 所以在他 活上这口血之前 关键方有机会 但是 但是女儿村 帮着扛刀了 女儿村 帮着扛刀了 大唐病 没有死 九番青莲 再防一防 四千一 哎 这马上手 真长 秒六 是真的过分 再来一个当头 这小孩 已经亲了 对面俩宝宝了 我记得熊 熊弟还有 好像还有个龙宫的孩子 也挺厉害 化身色 活一口血 射魂 再来个血液 把那个大唐带走 对面现在还是缺宝宝 赶紧出宝宝 出宝宝就得靠关 然后利普脱了 这个时候就能彰显出 利普脱的一个 大作用 直接大神幽 直接再打比弯 这青宝宝太爽了 你看看 这大宝宝 打了一半一 这玩意儿手又长 打宝宝伤还又高 看适合兄弟 来 再来一个当头 现在没人用呢 吃油脂薄了 现在 小时候玩梦幻的时候 那吃油脂薄老贵了 现在我们缺的 就算是个 垃圾孩子书吧 以前什么 皇帝内经了 吃油脂薄了 这都老贵了 现在其他书 还挺贵的 等吃油脂薄就拉了 换个地经 门派太多了 四千九 哎 身上这孤刀头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又是超级技能 啊 超级刺服元吉 这也超级刺服元吉 哎 这 回头我还得再研究研究啊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啊 这应该是有刺服技能啊 啊 就就有这个元吉的效果 但他的骷髅头是啥意思 先发指人抢速度 那骷髅头不是元吉啊 那跟那个元吉没关系啊 可能是个超级技能 七千五七毛 超快的 哎呦 这 这一棍子挥过去 有一种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啊 买了这武器零食啊 这武器装饰啊 武器装饰 结束了啊 结束了啊 结束了 宝宝宝 他永远不够 在关章坊这个利普陀的超高输出之下 对面宝宝 你刚才看见 就那种万学宝宝 他都站不住了 啊 关章坊利普陀 敲过去敲你万一啊 啊 你这万学宝宝 你都站不住 有东西 有东西 鬼炎大圣 送你一把血雨 六千三 再来一个血雨 一万一啊 来建议联系 还得不多山 送他一城 送他 点防御 打了五千七 那不点防御 又是一万多 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啊 没有点关注帮忙点关注 又神优了 那也结束了啊 他老点防御 三倍速 三倍速